在中宣部被中纪委巡视的敏感时间 博文社3月14日援引消息称 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外宣办 与国务院新闻办同一块牌子 主任蒋建国可能要先被拿下 将适令计划与党 并涉及对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搞高级黑 另有报道指 刘云山指使中宣部对习近平高级黑 中宣部大老虎面临危险 蒋建国今年12月将满60岁 但是否能挨到年底退休的年龄是很大的问题 也许中纪委这一轮对中宣部的巡视 就会先把他拿下 这是有可能的 知情人士透露 蒋建国2015年初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外宣办主任后 毫无创新作为 并成了还是以前所的那一套外宣模式 陈旧不堪 屡遭外界诟病 蒋建国还分管央视 央视今年的春晚令人失望不说 还因一件通天事件 把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扯进来 惊动彭板 传闻说彭很不高兴 据称 春晚节目播出后 央视向媒体公布了春晚节目制作团队名单中 赫然出现一个名叫彭丽娟的营运总监 由于该名字跟彭丽媛的亲妹妹同名 立即引起外界关注 网民一额传额 将此彭丽娟当成彭丽媛的妹妹 随后舆论越传越旋 指彭丽媛的妹妹已掉入央视 成为制片人 未来接掌央视文艺部等等 引发舆论哗然 有人借此攻击习近平 彭丽媛夫妇 知情者称 这是误会 央视那彭丽娟并非习近平妻媚 只是同名而已 但问题在于 舆论吵得如此沸沸扬扬 央视和有关部门却装聋作哑 假装不知 任由着习近平夫妇背黑锅 知情者称 蒋建国在这事件中起码也算失责 据称 根据当局的部署 2016年以清理令计划与党为重点 而蒋建国及市令的余党 其能够从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升到北京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新闻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后又任总局副局长 全是因为他跟令计划是湖南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 中共两会前夕 王岐山派15个巡视组进入32单位与4省份 其中 巡视中宣布的第一巡视组组员配备 即党员会阵容最强大 据明镜邮报3月11日报道引述已来自中纪委系统的消息人士披露 刘云山儿子刘岳飞利用其父的权势 大肆进行礼赎送 刘云山是江泽民的亲信 为了确保权位和今后家族安全 指使中宣布系统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 这名中纪委官员表示 中共宣传系统有数名身居要职者面临双规 调职 贬职的情况 这是肯定的 他说 刘云山会出一身冷汗 没有人可以担保刘本人不一定不出事 这次是肯定是肯定的